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他在上见后首度访美时 其主动机以为FULBRIDHT奖助计划更是艺术文化和艺术行政类的专业人员奖助机制 历经多次与美国在台协会讨论 终于催生出这个计划 期待能借此强化台美官方在文化合作上互动 以及过国艺文政态的健全发展 杨子宝说 FULBRIDHT奖助计划在全世界少有聚焦艺术文化及艺术行政的案例 台湾曾游林怀年 吴景琴和朱宗卿等三人经教育部获得此项奖助计划 但即正机为前辈之后 一只位再出现代表性人物 文化部花了两年时间于美方谈登社文化专业人员来赴美研习 很高兴献 再终于实现 云门舞台艺术总监林怀宁 今天也特别出席 分享自己 1989年接受FULBRIDHT奖助计划 赴纽约大学 演习 表演 理论课程的经验 他们可介绍你想去 和你应该去的地方 是我们幼稚人才力做无法达到 林怀年 武力国内艺术 行政工作者 永远申请 开 踏眼界 为台湾艺文环 近代 回国际 去世观察 此次 文化部于FULBRIDHTTAIWAN 学术交流基金会合作的台美艺文行政人才交流讲助计划 分艺术管理 政策研发 国际行销基础作群研究 四个重要行政领域 每年将建送三名中高阶艺文行政人才赴美研习 并次 2019 年中 连续跨三个年度办理 2019-2020年度FULBRIDHTTAIWAN 主计划专业人员来申请 即日起至10月31日收件 相关信息可查 寻FULBRIDHT 学术交流基金会官网 HTTP JWT Falbright, AUG,TW,Dispatebox,CTCH,ASPX,Dispatchind等于F-O-S-A-C-C-H-I-A-B-A-E 左三 Falbright Taiwan学术交流基金汇职勤朝李沃奇 右两 美国在台写 会文化新闻组组长控制节 右一级文化部文化交流自无少开司长 左一出席台 每一人行政人才交流讲诸计划之间记者会 文化部提供Falbright Taiwan学术交流基金汇职 行长李沃奇签署合作意向书 文化部提供文化部政务刺场 杨自宝签署合作意向书 文化部提供 文化部提供